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起了個大早 來到我們澎湖最有名的 第三漁港漁市場 最近澎湖潮沸揚揚的 海鮮一桌四萬一的新聞 在下面吵得不可開交 那今天就來實地 來各位探訪看看 現在澎湖海鮮的價格 大概一公斤到底是多少錢 我們先進來內場這裡看看 這邊就內場 內場就在釣魚的地方 那魚船卸貨下來的魚之後 在這裡進行競雕 然後他們就會在魚上面 貼號碼 123號以此類推 有這些競雕的人 將你要的魚價 學好之後 譬如說一公斤多少錢 然後寫一張紙箱丟在這裡面 等大家都學好之後 再統一開標 所以就漁獲競標的拍賣內場 這可能凌晨四五點就開始了 一直到六點之後 這個裡面拍賣魚 有些會到台灣去 有些就會在這個前面小賣的地方 一張紙箱 一張紙箱 是要一張紙箱 可以? 比一點都得到 一張紙箱 每四個月 一張紙箱 太多了 燙進年 差點 小心 集成 4個月 下 感覺 剛剛繞一圈幾乎現在是小館的產季了 所以到處都賣小館的 目前是澎湖小館的產季 小館真的是超級無敵多 當然它也會分大眾小隻的價錢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今天小館算不少 我們來看看小館今天多少錢 這是最新鮮的小館 它比較小隻的一公斤是580 大隻的是680 這個就是小館今天產地的價格 這種鮮魚也是現在的產季的漁獲 這種鮮魚新鮮甜也好吃 這種一公斤都幾十塊 這就是青鮮 你在這裡買魚它會幫你 不能幫你刷 這青鮮哪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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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前面那種青鮮哪隻 現在今天是一公斤三百左右 如果你長來買的奶 你就大概會知道 每種魚的價錢大概是多少 那主要還是看 魚的新鮮度 魚價有時候 也不能說只聽一公斤多少錢 因為你新鮮和不新鮮 活的跟食的價錢也會有差 那同意嘛 魚少的時候 那個魚價錢就會比較高 那種魚很多的時候 價錢就會比較低 還有一個就是天氣的因素 天氣好 天氣好 船會出海的話 那就 魚價就不會太高 那如果之後天氣要不好 船不會出海 那時候 魚價就會比較高 在這邊買魚有個好處 你幾乎買完 它都會幫你代沙 所以你回去就很方便 今天大蝦倒是蠻便宜的 一公斤只要一千 小隻一點還不到一千 這個價錢就可以買 大蝦的一公斤低於一千 就算便宜了 剛剛各位講個小訣竅 如果 如果你們要買 魚類 手釣的魚 小隻手釣的魚 類似青嘴那一種 就要在中間那一條的前面買 那如果你要買那個 比較便宜的蝦子 那一類的 底漆類的 就要在最後面 因為最後面是 魚船直接 魚船直接拖進來 魚船直接賣 所以 如果要買一些蝦類 在後面會比較便宜一點 各位 現在的 魚港導覽之旅 魚市場導覽之旅 差不多就是這樣 現在 六點多了 現在買個早餐吃好 各位 現在來我之前 影片有介紹過的早餐街這邊 買個早餐 我就不相信現在六點多 人會很多 來看一下 果然還好 那 我就來買這個 燒餅油條 這邊的燒餅油條 應該都是現做的嘛 剛剛各位也看到 應該是目前我覺得 目前最好吃的 果然人很少 很快就買到 這個燒餅油條 這個現做看起來很好吃吧 吃一口看看 喔 麵皮 真的不錯 好 我們這期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多多按讚 跟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